2015年台湾灯会遗失台中 元宵节的小提灯在今天抢先曝光了 小提灯名为小可与白白 小朋友可以任意组合羊身上的五片羊毛变成十种花色 搭配成黑脸羊或是白脸羊 也可以像背在肩上当作小背包拥 三二一 起到 一身金衣和大羊角贵气逼人 揭开2015年台湾灯会主灯 特别以羊的象形文字为发想 走简约造型 而另一个重头戏就是这个 今年的小提灯很特别 上面的五个纸片是活动式可以替换的 就像为羊娃娃穿衣服一样 可以打造属于自己的元宵灯笼 黑羊白羊两种造型取名小可和白白 身上纸片总共十种花色可以任意搭配 今年的小提灯以会说故事的羊为主题 小朋友都好爱 喜欢吗 喜欢 有星星造型 最凉凉的地方像棉花塔 八万展提灯 预计2月27号开始在台中发放 到时候势必又会引起一阵排队热潮 记者张俊慧 陆宇一台北报道